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扁鹊说病 春秋时期有一位名医叫扁鹊 一天 扁鹊去见蔡皇公 他站在蔡皇公身旁细行观察他的面容 然后说道 我发现君王的皮肤有病 营营及时治疗 以防病情加重 蔡皇公不以为然地说 我一点病也没有 不需要治疗 十天后 扁鹊又来见蔡皇公 他对蔡皇公说 您的病到肌肉里面去了 如果不治疗 病情还会加重 蔡皇公根本不理会扁鹊的话 又过了十天 扁鹊第三次去见蔡皇公 他查看了蔡皇公的脸色后说道 您的病已经发展到肠胃里面去了 如果不赶紧医治 病情将会恶化 蔡皇公仍不相信 又隔了十天 扁鹊第四次去见蔡皇公 两人刚一见面 扁鹊扭头就走 蔡皇公很奇怪 派人去问扁鹊原因 扁鹊说 开始 蔡皇公皮肤患病 用汤药清洗容易治愈 稍后他的病到了肌肉里面 用针刺术可以治好 后来 病患至肠胃 服草药汤剂还有疗效 可是 目前他的病一入骨髓 人间医术就无能为力了 果然 五天后 蔡皇公浑身疼痛难忍 他派人去请扁鹊 可是 扁鹊一逃往秦国去了 蔡皇公很后悔 可是一切都晚了 最后 在痛苦中死去